東方武俠題材一直是遊戲玩家 心中的不敗經典 今天在圓山大飯店 舉辦了一場古龍驅峽傳 手遊發布會 由兩岸遊戲商 巨夢遊戲和黑桃互動共同舉辦 研發方巨夢遊戲創始人許斌表示 《古龍驅峽傳》是以遊戲呼應武俠精神 發揚中國武俠文化的重要作品 我們希望能夠通過遊戲 把古龍先生以前的這些作品 重新在這個市場 尤其在年輕人選擇獲得一個 《古龍驅峽傳》手遊 結合了中國頂尖音樂工作室莫名其妙 打造主題曲 並由國際知名畫師平凡淑芬 擔任藝術指導 法官人物設計 並與中國Cosplay天團 黑天視覺演繹古龍筆下人物 《古龍驅峽傳》預計於2014年底 兩岸同步上線 超豪華的製作陣容 就請玩家們拭目以待囉